名侦探柯南名字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作品就很有趣 因为它几乎把西方侦探宇宙给融合到一起了 1887年 当时28岁的柯南道尔 在一本刊物上发表了个小说 叫做《写字的研究》 当中写到了一名侦探 夏洛克·福尔摩斯 从那一刻开始 不论是福尔摩斯还是柯南道尔 都成为了推理迷心中重要的名字 那名侦探柯南正是致敬这位推理作家的 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他的全名叫做江户川柯南 那么江户川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呢 要说到另一个人了 1849年 美国推理作家艾伦波语是长辞了 这个名字对于一些人来说 已经久远且陌生 但是对于整个推理世界是强大的存在 连柯南道尔都在很多方面 受到了艾伦波的影响 想了解这位作家 你可以翻看一部 我很喜欢的短片叫做《黑猫》 是一个放到现在都十分精彩的故事 但是我也提前说好 看完容易做噩梦 而艾伦波同时也影响了日本的推理文学界 他的全名叫做爱德加艾伦波 这个名字被日本推理之父引用为自己的笔名 用日文发音叫做江户川乱布 正是这个名字和柯南道尔的名字组合在一起 组成了江户川柯南 江户川乱布的地位有多高呢 1985年嫌疑犯X的现身 白夜行的作者东野龟物正式出道 因为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做放学后 去参加了一个奖项 获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布奖 从此打开了推理作家界的大门 乱布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大奖 这就是江户川乱布的地位 而作为日本的推理之父 他从事过侦探行业 所以对这个行业有更清晰的认知 那他也是一位推理文学大师 当莫里斯勒布朗这个名字传到日本 按照日语说英文的发音 再加上个掐头去尾 留下了莫里朗这三个字 如果我说发音听上去很像毛利兰 相信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吧 于是毛利兰就这样诞生了 而他的父亲自然就叫做毛利小五郎 同时江户川乱布的笔下 还有和小五郎合作的少年侦探团 这也就是名侦探柯南中少年侦探团的模板 而这宇宙中怎么能少了阿加沙克里斯蒂呢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 他的名字阿加沙的发音转化成日文 就成为了阿利 有些人感兴趣 那阿利博士的全名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利博士 博士这个名字来源于另一位作家笔下的人物 金博士 这位作家是被誉为日本科幻小说始祖的海野十三 而这个十三正是日暮十三名字的由来 好了好了 中文有个词组叫做见好就收 意思是差不多得了 因为我发现日暮这个姓氏的由来也是需要解释的 就好像扶不平次 致敬了侦探物语 而白鸟认三郎背后 则是大名鼎鼎的侦探古田认三郎 总之名侦探柯南这部作品当中多数的人物 都可以在西方的侦探宇宙当中找到出处 可以说作者青山刚昌也是一个老推理粉了 我知道今天这期节目 在一部分朋友的耳朵里听上去就是 黑猫 人间椅子 看完做噩梦 真的别去看人间椅子 太吓人了 要看就看伊藤润二画的那版 记住啊 不用谢